有没有想过几十万就能在深圳买到楼? 而且还要有交通、有配套、有人气 让我讯判王Andy介绍几个讯判给你吧 超人气楼盘京畿100地标品牌 位于深圳最低水区域之一龙江 深圳地铁14号线快速贯穿罗湖福田CBD 8站罗湖、9站福田 总价最便宜63万起 绝对是便宜深圳 位于深圳北高铁站 赶人寺爱兼人气爆灯的Costco、三母 一方天地和八号仓 通通都在你家附近 还可以极速回香港和畅游整个神州大地 首期36万起 就可以买到这么精彩配套的物业 位于海天一色的盐田 海仙街、大小梅沙旅游资源极之丰富 轮近年堂口岸 轻轻松松坐地铁就可以回到香港 现在首期不用50万 就可以买到一间大大件的福息单位 环宇顺盘深圳免费看楼团天天出发 无论一手还是二手 我们都会私人订制最适合你的行程 助你轻松置业大湾区 帮我们无后顾之忧 我们尖车接送 快点打电话给我们报名吧 Hello 大家好 我是萍萍姐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环宇顺盘Andy Andy 今天我们在哪个位置 今天又到现手时间了 我们回到这个罗湖口岸 旁边就是香格里拉 前面就是罗湖口岸 回到香港 大家都很熟悉的 这条就是建设路 建设路 接着那边就是万象城方向 地王 京畿100 是的 京畿100 接着这里就是人民南路地链站 那你猜不猜到 今天我带你看哪里 我知道 哪里 汇展局 是的 没错 上次我们也拍了 汇展局的价钱真的吓死人了 上次我们拍的那间是 Under 100万 上次我们都收了很多客户 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好奇 为什么住宅Loway是这么平的 是的 没错 是住宅来的 不是公园来的 Under 100万 今天我就带大家看一间 再大一点的 大一点的单位 那价钱一样是恐怖的 那怎样恐怖呢 不如我们上去看看 好 迟不宜迟上去 好了 现在我们就上到这个单位了 这一个单位是31楼的 这里最高就是33层 33楼 那我们31楼是属于极高层的 是的 那我们看这个是多高的 那我们今天看这个单位 是73平方米 是的 没有房 全开放式 是的 但是你可以选择自己选一房 或者两房 可以加一个厨房 因为这里什么都没有的 只有厕所 是的 一个大灯根 是的 提一提 如果你要加一个厨房的话 没有煤气的 不能够有炎火的 只能够用电的 那后期煮碗面吃的那些就OK的 没问题 还有这里真的好似公园 但是不是公园来的 是住宅来的 70年期的 哦 明白 那这个呢 那个厨房有多大 那单位的开间的阔度 大概是5米1左右 5米1 5米1左右 如果那个长度 由你的位置 来到这个位置 大概就有8米2的 哇 都大吧 是 没错 所以你有足够的空间去隔房的 是 那我们先看一下景色 那我们这个单位是属于东北方向 是 我们这一边就是向北的 由于我们的楼层是31楼 那刚刚好过了对面的德卿大厦 是 哇 看到地王大厦 是的 地王 京畿100 这个景非常之好 这一边的位置可以看到新人座 还有加理那 加理中心 是 没错 好 那再过来这边推特香 OK 那我们进去厕所看看好吗 好 厕所真的不要介意住宅来说 没有窗的 是极小的 是 是吧 一般的住宅是有的 那这里没有啦 没办法 原先的设计是公寓的 是 还有到时也可以这里做个 棋干仔 细小的 是的 那这里的洗手盆就不需要这么大了 我们拨在这里 细小了 是的 我不知道它弄这么大来做什么 没用 是吧 那我们再看看景观好吗 好 这一边是看什么的 这边就向东的 大中华了 见到吗 见到 这两支是大中华 是 大中华下面就是那个C99 是一个全新的购买房来的 那今年就会开的了 是的 那对面看到的新的 那里就是不同新的了 是的 不同新的了 我们现在这个镜头的右手边的位置 就直行就是老公口的 回香港了 好了 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现在业主叫价是185万的 那你预计那单价大概是2万5元左右 这里是住宅来的 那如果这个单价呢 是橫掃的了 还有那个甘心价也是橫掃的 因为现在这个185万 你拿着这口价呢 去旁边左右买呢 你买到什么 只能够买到四十多年的 最细极的楼 是 那现在呢我们185万呢 在这里附介一带呢 就是不要计那些什么大红盆的那些 是 橫掃 那这里是独立红盆的 是的 没错 还有它还有些细极的 是 我们现在是73平方 它还有些四十多的那些 under100万而已 哇 好恐怖 很容易上车 是 没错 对于那些买回自己住的话 就真的是一流了 还有这里是住宅 所以新政策 你是可以借到八成的 就是你的首期是两次可以的 是 就是当你小的那些100万 你20万就可以在罗湖关口 买到住宅的了 就可以上车的了 是 那跟观众朋友说一说 这附介有什么配套呢 这套配套是无敌的 那我相信其实那些观众朋友呢 应该很熟的 首先我们回香港 是极快的 我们走回交通楼呢 两个字左右 还有你可以在下面的 就不需要说什么日晒雨淋了 跟着我们在下面呢 有个人民南路的地铁站 那这条线是9号线 可以去回保安机场的 是 另一边就是向西 嗯 那附近有什么大冲层啊 那当然有 刚刚我们所说的C99 就在对面而已 但是中环楼下 但是这个商场就还没开的 你预计今年内都会开的了 嗯 再不是的 你就去回我们最爱的金刚华啦 是 万象城都在这边 这个位置就是一楼的 嗯 基本上呢 金刚华也好 万象城也好 你都是用两个字 三个字时间 你都可以走到的了 是的 管理费 还有街市 街市也是在大中华旁边 是 京户 京户街市 是的 没错 你刚刚提到是不是管理费 是的 这里管理费 老实说 这里很L贵的 20多元一个平方 你预计我们现在这个单位 1700元的 哇 比香港的家伙 是的 但是这个管理费是包了什么呢 是包了冷气的 还有包了这个热水的 是的 虽然是贵一点 但是呢 它真的是24小时 冷暖而其辣 还有热水的 是的 是自己控制的 不是说晚上佛法一觉 别人关掉这个冷气 不是那些 全部在这里控制的 你喜欢开就开 喜欢关掉就关掉 是的 因为管理费就太贵了 所以其实这栋楼 升值不是很高 是 没错了 所以通常那些人 看完楼都觉得贵 其实呢 除了管理费 除了这里是公余的价格之外 你纯粹看这个价钱 是无敌的 是的 我觉得买回自己住的话 其实真的是一流的 嗯 没错 是的 可以先上车吧 说得太长了 我怕观众朋友转台 或者关掉电话 如果大家对我今天介绍这个楼本有兴趣 可以随时联络回我 或者是地胆瓶 平静的 好吗 可以打回上面这个电话 如果有时打不到 可以WhatsApp给我们 因为有时真的收不到 我们是在HIGHWAY 未必收到的 那我WhatsApp我 我收到WhatsApp 我第一时间会回你了 好吧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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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